中心社记者李韩雪 等等方面的工作 在谈到这个这方面群体的时候 总书记是那么的熟悉 那么的关心 下一步要实现 如何把这个民生的 民生保障的王兜住 兜牢 织密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提到几个具体的方面 来要求 总有广难可控 我们近黑 要饶记自己的主持精神 努力工作 把中国的总业 科技的工作 就得干 不是这个 长粮与地 长粮与寂 那么这就对我们 每个科技工作 提出了一个要求 这就要把我们的科研成果 如何转化为 如何服务 国家的发展 也就是我们老说的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今天我和委员们聊完 听到最多的就是 总书记对我汇报的话题 很了解 很关心 就像一位委员说的那样 粮食安全 种业振兴 乡村发展 社会福利提升 都挂在总书记心上 这也将激励他们 继续努力 请不吝点赞订阅